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们会继续跟着一下凯特的消息 因为凯特自从患癌 公布他生病后 坊间有很多不同的揣测 甚至是研究和讨论 其中一个让人继续研究的事情 就是究竟凯特患了什么病 癌症就知道了 因为他为自己癌症 究竟是哪方面的癌症呢? 现在有一个灵媒 厉害了,去到灵媒 预告告诉你凯特有什么事 这样的 更加发现有人爆料 查理斯和凯特吃完饭 哭得嘶嘶嘶嘶嘶嘶嘶 很激动 有什么隐密解构呢?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哭得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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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信不信呢? 会不会啊? 难道真是同事天涯伦乐人 相逢何必 我们看看查理斯究竟什么解构 那么激动 令到大家都很震惊 有很多消息 在外国媒体 有些记者就爆料 他说凯特的病情是否公开呢? 就说原来之前 那条片子 有人说AI 不AI的东西就看你自己的看法吧 但是经过一剧列的 叫做白金汉宫内部的讨论之后 海特王妃 都觉得要公布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条片现在才出来 有人解释了 有记者就爆了 原来他们想了很久的 看到外奸一直都有不同的议论纷纷 有不同的观点与角度 甚至认为是这样的 可能啦 因为始终 饱受太多这些消息的影响 海特王妃 他其实是想一早说的 始终他是皇室成员 他有什么伤风感冒 发烧头云生气 一举手一头烛 都是很影响英国皇室的 所以他也要征讯大家的意见 最后他也是想公布 就是说不想受太大的心理压力 亦多次问英皇查理斯三世的意见 到底你是国王嘛 有记者 英国记者是这样说的 不知道是不是躲在桌下听到他说的 就说这条辟谣影片 发布之前 凯特和查理斯 进行一个推心置覆的交谈 那也玩到摸酒杯底 真是莫逆之旧 就是说到心底话 大家可能坐在一起 对着火炉聊天 摸着 当然了 没得摸酒杯底 两个都病人 可能拿着一杯暖水 然后大家聊天 可能谈心 把心里面的说话 就是英国国王 海特王妃也在英国人当中 觉得有些人说平民王妃 好像戴安娜一样 也是民望枯星很高的人士 两个在英国都是举足轻重的 他们两个一起坐下吃下午 而说到地点 选择在温沙堡 为什么呢 那两个当然不能出街吃了 两个走出街吃 你想想 给那些狗仔队 给那些普通人拍照 两个有什么墨鸡 撇下老婆卡米拉 女巫卡米拉 撇下暴力老公威廉王子 两个墨鸡 墨某 难道两个 你知道如果是这样 又有估论的 所以他们选择在自己的地方 算是皇室高层秘密会谈 根据外国传媒爆料 查理斯三世离开现场 吃饭了 聊天了 情绪很激动 不知道哭了 还是很猛 你知道查理斯也挺跳绽的 之前我们也说了 有些报道说了 你拧我这些人可以了 那些 很生气 很猛猪 很猛猪 他也很猛猪 那究竟有什么事呢 是不是跟凯特当中有些争吵呢 还是凯特和他吃这一餐饭 将他尽受心充情 可能说了很多心底的说话 触动了查理斯 查理斯听完之后 原来我有个这样的宣布 哭了 也可能不出奇 不知道情绪激动 第二天 就说凯特亲自出镜 发布了这一条辟谣影片 说到自己的事 希望大家能够给他一些空间 当然这条视频 大家也有估计 有消息人士就说 他们一起吃下午的时候 凯特和查理斯的谈话内容 其实很老实 现在在皇室工作的人 个个都有了爆 个个都说他随时有了爆有了卖 之前说太阳报 说威廉和凯特两个 出去了温沙农场商店买东西 那条影片卖了几十万 那条影片卖了给报馆 我不知道 有人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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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聊一下 你先不要管 你这条影片 拿出过去卖给予人 也值几十万 爆料 你想想现在里面 多少人是皇室的工作人员 忽然间有些是涉贽的 忽然间有记者 过去报馆 买人有没有 information 有点 已经是不知道 是真的 可能有人会卖 所以这些消息人士 也应该有人觉得是皇室里面的工作人员 还是皇室成员爆料 我不知道 说到他们两人之间的对话都是围绕着癌症 因为始终两位核心的皇室成员 都是同时患癌 而是一个非比尋常的事情 危机公关的方式是考验他们的 有一件事根据这位消息人士透露 不得不否认查理斯某程度上 是给了很大的支持海特 完全尊重海特的决定 可能不是生气了 哭了 感动了 查理斯应该是很感动 让海特的真诚与真心打动他 所以有人说查理斯是一个好老爷 跟海特的关系很密切 在这个危机当中大家都互相信任地说 根据现场工作人员透露 真是厉害了 查理斯离开明显激动两眼红薄薄 真是哭了 就说自己和岩正作战 根据不到的媳妇也中招 同是天涯伦乐人 心同感受 太阳事报的说法也比较有绘形绘色 有些网民的研究 查理斯说查理斯报道 我又不相信 查理斯做完手术后 一个人后 想想就往路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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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海特的问题 说这个细节很关心心 这些是他说的 所以我认为是床底 听床丝 这件事件 经过皇室高层互相讨论 才公开病情 完全是尊重凯特的意见 因为之前那几张假照 搞到大几祸 究竟我们一直都不知道 凯特患了什么病 他是癌症而已 大家都知道 现在又有一些凌霉出来了 很厉害 凌霉去到医生都搞不定 要去到凌霉 用凌霉去告诉你 凯特患了什么病 根据外国媒体的独家报道 叫每日声报 这位记者是这样写的 凯特宣布患癌之后 巴西灵梅 阿托斯薩洛姆斯 对凯特的健康 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 怎么预测呢 凯特王妃将会在2025年 迎来她的转型和重生 喂 转型和重生 你就去死吗 死了 然后投胎重生 做过人 还更加 倒数计时已经开始 会不会是 转型和重生是什么意思呢 我又要再看下来 因为凯特自从宣布患癌之后 这位巴西灵梅 曾经警告凯特会有持续的健康麻烦 尤其是在骨骼和关节上 原来凯特宣布患癌之前 他已经有爆料 凯特有身体健康问题 应该是骨关节问题 虽然凯特在这个声明中 没有提及他什么病 但从巴西灵梅推测 他的癌病和骨验有关 骨验 不是吧 真的吗 而说到这位灵梅接受 传媒采访的时候 他说凯特的新世界即将来到 什么叫新世界呢 就说 这位灵梅叫凯特 为新的视觉和机会做好准备 同时审慎行事 照顾好你的骨头 好夸张 说到杀有戒事 有大事来 根据他的说法 凯特在2025年将会度过一段非常重要的人生 他透过每日声报 就跟凯特王菲这样说 凯特 你将会经历人生的转变和重生 你应该为你的2025早准备 这位巴西灵梅有什么的真相 原来他有个赌 叫做在世露查丹玛斯 那位十六世纪法国声像预言家 每一年就有病毒 说他很厉害 这个是在世的 就说如果 这位巴西灵梅就说 如果凯特听他的意见 就能够摆脱旧束缚 重新发挥他的活力感 那究竟是怎样呢 他就解释了 你说别人的骨头有问题 他说凯特需要采取必要的护理措施 因为今年可能给他一些巨大压力 他又更加补充 凯特的生活当中写满了一切 所以他需要照顾自己的精神健康和骨骼 这种结构责任不单只压在他的头上 而且在反映的骨上 虽然他们永远不能证实这件事 但是的确有一个问题 那跟骨骼有什么问题呢 真是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按照他这样说的时候 那就是重新是什么 那就是凯特脱离这个皇室家庭 不做皇妃 那摆脱了所有的束缚 重新做回一个普通人 那他就没有这些病痛 是不是这样呢 那真的不知道 如果他在骨头上有什么问题 骨头骨隔疏松 就是年纪大了 慢慢就开始有骨骼疏松的问题 那就要补充 那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他这种的说法 我都真的 完全没有解释出什么 那当然他又要摆脱旧束缚 我在想一些东西 其实他说什么旧的经验模式 纯粹出来 就想着遮掩掩不说 甚至低调做人就不行了 他觉得可能是这样的意思 一定要高调 凡事要高调出来 因为可能他是不是想隐藏一些东西 说到这位灵媒 寓言家 想暗示一些东西 想告诉凯特你背后 你一定要不可以低调的 有什么事情上来 有什么东西豆腐 到时候就香了都没人知道 就是这种的说法 可能告诉凯特你现在危机四伏 你身边有人想趁你病 拿你命 所以你更加要出来 和大家有空 说个嗨 说个嗨 不然一会被AI 把面换面技术的时候 你就真的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会不会是这样呢 真的不得而知 但无论 但首先凯特就希望快点好先 还有未来 这个复活节 他是不是会不出来呢 很快就知道了 因为还有几天的时间 即管看看是否出现了 这条影片之后 就不会出现了 好 今集时间就说到这里 下一节再说 拜拜